當你在很累的時候 你只要看到金太尼還在前面 那就還有希望 當時選擇法律系 其實當然第一個最簡單的點就是 分數剛好到了嘛 所以就落在法律系了 那當然還有 可能還有以前啦 以前就是家裡 就是 家裡會看一些那個日劇啊 然後就是有一些什麼 日本的推理劇場 所以就跟著爸爸一起看 那一起看的過程當中 自然會出現一些 日本的律師的角色啊 所以當時 當然他們都被拍的就是很厲害 所以當時就是有些憧憬 所以其實就是 因緣際會就進了法律系 有啦 因為我叫做法律嘛 那教法尤其我叫做刑事法 刑事法其實是一個很 很違背人性的一個法科 我必須這樣講 因為刑事法 它就是要求我們必須要很謹慎 很小心 不隨後逐流 絕對理性 來下判斷 很有趣就是 我在教學的時候呢 一開始來都是大一大二生 甚至在教高部考的時候 很多是法律素人 他們是完全沒有法學概念的人 那 所以一開始在前面可能10堂課的時候 他來跟你講話的時候 都是很 樸素的概念 那概念是沒有任何 沒有經過修飾的 可是 這邊會有一個成就感 就是當他上了20堂課 30堂課之後 他會慢慢的去進入比較理性的討論方式 他在講話的時候 他會開始去意識出他的不理性的那一面 那我會慢慢發現說 這是一個轉變成法院的過程 而這個過程就是會協助我們可以更正確的看待一件事情 那這個轉變是讓我覺得感受很深的 第一個就是 還沒 就是考試是很累的一個過程 如果你選擇這條路的話呢 那 那就是可以要忍受住這個 孤獨跟痛苦的過程 那忍受住之後 如果你真的 考上了 考上之後 我只就不要忘記 就是莫忘初衷 就當時你考 因為那時候是你剛考上考試 你還去做旅選的時候 那個時候其實你是最赤誠之心的 你還沒有受到任何的汙染 所以那個時候你的理想性是最崇高的 對 那希望就是以後不管遇到什麼挫折的時候 不要忘記你一開始考上的時候 那個時候 你想要達成這個理想是什麼 所以就是莫忘初衷四個字可 我覺得是最核心的一個價值 其實做辯護 做律師辯護 就是以辯護人身份 以及跟老師身份 他是完全接案不同的兩個身份 工作方式也完全不一樣 那在上課的時候 其實你是話語掌握的人 因為拿到來分封 你有話語權 然後大家是付錢來聽你講話的 對 那這個 這個上課起來會比較沒有壓力 壓力性沒有那麼重 對 可是 可是你會年復一年 日復一日都在講一樣的東西 對 然後 然後就是 大家也會 會疲乏 會累 但這個過程的收穫就是 你當你看到學生們有這個轉變之後 甚至他們考取了某些他們心目中 理想中的 過了這個考試 那其實這個成就感是蠻強大的 那尤其 尤其像在學生那麼多的情況之下 那 每年一定會有自己的學生考上 對 所以這個成就感是每年幾乎都可以收割的 都可以回收得到的 就是拿得到的 可是辯護不太一樣 辯護的成就感是一次 全有全無 對 全有全無 對 那 刑事面護更是這樣子 因為刑事面護 我必須老實講 刑事面護基本上是比較困難的 那他在我目前的定罪率 93%的情況下 假官起訴 90%以上 他已經會被判斷罪 對 那 剩下只有10%的機率 我們有辦法把它反轉成無罪 那代表你的成功率是很低的 那既然成功率那麼低的 像這樣 你的成就感自然就會變得 變得比較少 然後再來就是你的背負的壓力也不一樣 你的壓力是源自於當事人 當事人夫妻的 所以當成他背負一個罪名 你一旦失敗 他可能面臨是死刑 他可能面臨只有10年 是10年 你不要講10年 你講5年都其實蠻沉重的 然後再來你對抗的人呢 你如果接到這個案件之後 你對抗的人 往往不一定只有檢察官 還有法官 必須跟你對 要對抗 可是法官 檢察官他們不一定 不一定喜歡聽你講話 對所以其實那個你要查顏觀色 然後你要更謹慎的去講你的話 你也不能坦坦而談 所以其實職業方式是 跟教學是完全不一樣的 對所以我覺得這兩塊是 是兩個季啊 不同的人生 沒有到質疑啦 但是可能會反思 會反思 死刑辯護其實就是在做修復 只是這個是一個最困難的修復 那 為了要修復 所以我必須去了解 被告的狀態 為了去修復 我必須去了解 被害人的狀態 那因為去了解被害的狀態 所以我們反而會去更關心被害人 所以我會覺得在做死刑辯護時 當你花多少心血在被告身上的時候 在死刑犯身上的時候 其實那個反思路是一樣的 我們就會付出多少的能量 跟我們的腦力去瞭解 去關懷 就是被害人那邊的狀態 這邊的反思其實就是會反思說 當我們這樣在做辯護時 那對於被害人那邊 會不會產生什麼樣子的影響 那為了不要產生負面的影響 我們定護時是不是要特別注意 哪些事項 所以這個來回回的思索過程當中 一定會進行反思 但這個反思不會讓我去質疑我的工作 我只會因此去修正我的工作 更因此去更關心 關懷被害人那邊的狀態 其實我覺得良情部分 我覺得最困擾的一個點 就是在於說 我們沒有辦法 或者說我們的限制 目前的現有的制度的體制之下 沒有辦法讓我們把被告的人生呈現出來 那被告的人生其實是良心的一個 最大的一個關鍵 你必須知道被告的人生是什麼 你才有辦法對他來下判斷 對 那我們不能只看他做這個行為的一個 當下的一個這個片段而已 我們應該是觀察他的整個人生 要把它攤開來看 對 但是這個攤開來的過程 它是一個很 要很緻密的 或者是大家投出心力的 可是我們的良心 其實目前的現況之下 目前的制度底下 良情其實是很形式化的 他比較沒有投出那麼多的心力 在做這個動作 做這個工作 應該說做這個部分的一個討論 所以良心這個 我目前遇到最大的困擾 真的就是我們無法把被告這個人介紹給 在庭和所有人來指導 對 這個是我覺得最困擾的地方 尤其是大家似乎都不太在意被告的人生是什麼 對 但這其實就是我們良心的核心 怎麼可以不去在意他 我平常休閒的時候喜歡看一些動漫 所以我自然會去看一些動漫解析 或動漫介紹的一些YouTuber 然後再來就或者看一些就比較超現實的 有時候就看一些什麼 老高跟小莫之類的 那種比較超現實 去講一些外星人的 可以超脫資這個工作以外 對 要做什麼紓壓的話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啦 但那個是有點有點小 會小害羞的 大家講一下吧 就是大家也知道 如果你有滑過前的Bee的話就知道 其實我玩蠻迷那個韓團的 有段時間只要有少女3MV 我就一定會衝 而且有三場我就衝三場 那我是從我研究所的時候在寫 因為寫作文是另外一種壓力大 超大壓力 在寫作文的時候 那個時候第一次看到少女3MV 我就覺得 這就是我要的 深深迷上 所以那個時候有開始擬 然後就是會是一個紓壓的管道 那我們下一個環節 下一個環節 請問是狗派還是貓派 貓派 好 謝謝 謝謝 我先前喔 我先前比較喜歡狗派 先前比較喜歡狗派 就是 然後我之後發 之後是因為 等一下 你會發現的 你到最後會回來 早上起來做的第一件事 刷洗臉 好 洗臉的時候第一件事 洗臉的時候第一件事哪個地方 頭 好 覺得自己的口頭禪是什麼 阿你咧 三個形容詞 形容自己 會說話 留鬍子 小睡覺 好 新人皆義還是泰妍 泰妍 東京還是京都 京都 在法庭上碰過最神奇的事 假官不負決責 好 有沒有覺得跟你告白過 有耶 這個呢 伴侶理想型是 伴侶理想型 就是小隻馬 小隻的 你比較怕小強還是老鼠 小強 喜歡麥當勞還是肯德基 麥當勞 Switch還是PS4 我都沒玩過 最近一直repeat的歌是什麼 泰妍的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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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A 金城武還是楊超偉 楊超偉 任意門還是時光機 時光機 林志玲還是蔡依林 海豪欸 魯夫還是名人 名人 最愛的一部電影是什麼 蛤 最愛的一部電影 太多了 好想喔 想到的第一部 想到的第一部 那個那個那個 哪個哪個 我會騙名人 那就是那個 哪一個 頂天對決 喔 最愛的韓團 少女自在 泰妍還是Tiffany 泰妍啊 那什麼本病啊 那泰妍還是頂的 泰妍啊 我本病啊 泰妍啊 那泰妍還是傑西卡 泰妍啊 這什麼比 那這有什麼好問的 哈哈哈哈 我的天啊 不是